學生排成一排 跟著老師叫號的順序上公車採檢 校園裡隱約瀰漫一股緊張的氣氛 因為台北市松山區某國中出現學生確診 學校預防性停課 就要回全校PCR採檢 能採檢還比較安心 家長們守在校門口邊滑手機確認搬倒訊息 邊等著自己家裡的寶貝採檢完 扣除確診學生那一班29人送檢疫所隔離 全校還有642人一年級分批採檢 只是學生擠在校門口不會有群聚的風險嗎 為什麼選戶外 因為戶外的方式可能會比較沒有這些問題 我再把他們移動到醫院去其實可能更不好 強調是做更好的選擇 只是現在頭痛的還有另一間國中 因為跟確診學生同班的一個同學 9月6號剛轉學到松山區的另一間國中 如今也被匡列隔離 新學校也不敢大意 下午讓同班同學返家線上學習 學校同步加強教室清潔消毒 同班的同學有沒有傳出有什麼狀況 目前都沒有 儘管確診的國中生跟同班同學還沒有狀況 但北市教育局不敢大意 家長群組收到訊息說因為還沒完全掌握足跡 教育局希望松山區所有的補習班 9月10號都要預防性停課一天 目前已經有18間的補習班 改線上學習 畢竟敏感學科 少一分接觸就少一分風險 TVBS新聞 林毅潔劉立雄韋家席 SNG小組台北裁縫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